研究学者们认为 袁明清社区的北京 可谓是中国古代生活秩序和文化的理想之城 而建筑设计师李新刚则借鉴了古城精髓 在北京西城的一处院落 呈现出自己对于旧城更新的不同见解 他称这个项目为微缩北京 他认为像这样的思路 可以在更广泛的社区和城市发展当中进行尝试 我的研究的心得是 中国的城市和建筑是不区分的 我自己设计的作品里面有一类 就是把城市所谓成建筑 叫微缩城市 像大约胡同我们叫做微缩北京 李新刚 曾因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馆 济西博物馆 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 年轻赛区等多项重要建筑项目 一举成为中国当代建筑大师 三年前 他在百忙之余 接手了位于北京大院胡同的院落改造任务 这个看似与以往不同的项目 却蕴藏着他心中沉淀已久的情节 可以说就现在这个大院胡同的这个改造 就是我三十年前想的东西 因为原来这个就是一个院子 二十八号院 把它清理出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三排房子所构成的院子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条件不一样 就是人口比以前更增加了 其实现代社会基本都是小家庭 根据当下人口密度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李新刚通过对院落密度的增加 重新划分空间的层级 把现前的杂院规划成了宅园 我们说家密呢 就一个是街道的家密 继续往院子里面延伸 我们叫院内的小胡同 规划了六个不同大小的小院子 我叫小和院 和院群 最大的一个院子 南边的房子房间更多 院子也更大一些 这个单身 两人的这个家庭 然后也有可能三人家庭 甚至还有带老人的家庭 都是有可能容纳的 它代表了一种城市里面 家庭居住的这样的一种多样性 人实际上是自然的一部分 它需要跟天地 跟这些自然的这种生命 它生活在一起 在现代条件下 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宅园合一 就是把原来的庭院和园林 它们合在一起 居住空间里面的这部分 局部下沉一点 然后中间夹一个夹层 集成在非常紧凑的一个空间里面 外面就是对着一个它的小庭院 虽然很小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游廊 有那个山石 还有流水 李新刚对于28号院项目的期许 从更大的角度理解 是从一个小的院落 看出一个层级分明的社区 在身怀为一个理想城市的缩影 城市中生活的人们 在更加有序的空间中 也在传承着中国城市 自古以来礼乐相承的文化生活 登上二层的那个平台 它可以某种角度来俯瞰北京城 这个是我应该说是精心准备的 给大家 那个歌群在天空中飞 然后有夕阳 我把它叫做盛景 这种感受和这种场景 是我登上景山 就是完全一样的那种场景 快三十年了 回溯到我就是到上大学的这个时期 这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和兴趣 把一个城市的包含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把它转化到一个当代的建筑设计里面去 建筑设计是我对城市与建筑的同购关系 以及宅员合一这样一种理想居住空间模式的一种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